我叫程賢明 今年53歲 我現在是移民長江鬥爭服務員 我們的家庭原來就是一個漁民村 祖祖伯伯都是在長江裏補老衛生 作為漁民的話 以前都是靠著補老衛生計 現在長江的資源是越來越少 是越來越小 國家的渠泰 十年進步進漁 我們這個城裡一共有 柔子氣味不一定農夫林家的話 就一起上岸了 我們也想到 以後能不能為廠家做一定的貢獻 就把廠家盡量拿資源回到以前 是這樣我們就用保密 參加了這個護育隊成名護育員 從做護育員開始 就是從2021年的1月到已經差不多已經快兩年了 我們每天尋查這個路上 就是從那個漢南的薩茂 就到那個小金山 前上就是說從這個江里上走 就有15公里至16公里 但是我們每天從梯上到梯下 往返就布置這個路程 就是我們每天就是一天兩天 不簡單的 風雨不足 釣魚的愛好者還不離開的 你來是來搞牧師的 他說我釣魚 也釣不了一個牧魚 你幫我搞牧師 但是我們孩子做 在這個護育這一行啊 我們孩子氣氣氣還是滿高的 就是讓我們沒有個細細的講解 為什麼要禁於護育 是為了保護某幸福的資源 現在這兩年呢 魚是越來越多 甚至叫那種大船啊 行走過程之中啊 它有魚 要到那個船上去 而且包括江藤業 現在這兩年也看到了 要是城區接待的話 都有三個五個一群在這裡吸水 那是近期六七年都沒看到的 那最少六七年沒看到 就是去年我們都看到了 商務程序的都幾次了 到2030年呢 我差不多六十歲了 就跟那個長江的十年進步了 我也就相當於長好的 最後一半港 光用的特效了 這個人喜歡哪些 這裡叫做某些更多的 有陣椒 如果我們現在看不成長 一定的創意 ヽ ビス